眼前的这个男人是有多么的可怕 面对大量的冰霜巨人 他毫无拘异 只见他身体后仰摆出奇怪的战斗姿势 仅仅只是一击 便成功击杀66个冰霜巨人 他就是雷神索尔 神剑的战力天花板 可就在今天 在这个竞技场内 他被一个区区人类给刺伤了 带着神族的骄傲 他感到无比的惊讶 也就从这一刻起 他开始正视了眼前的敌人 战神吕布 面对如此梦寐以求的对手 两个男人无比的兴奋 他绝对是一场激情四射的决战 只见吕布召唤出 女武神幻化的榜天花级 率先发起了进攻 而这看似平淡的一击 却爆发出了 让人一想不到的效果 没错 雷神索尔手上 那个号称神剑 最强的防御手套 竟然被一击击碎 这一幕让所有的人都兴奋了起来 就在今天 在这个竞技场上 这个男人或许真的可以 赶翻着苍穹 而索尔的雷神锤 也硬生落地 爆发出炙热的红光 没有了最强防御手套的他 还能否拿起那雷神之锤 是什么 竟让一匹马如此的惊讶 凌乱了赤兔的一头秀发 原来索尔的雷神锤 突然爆发炙热的红光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他竟然彻底觉醒 以任何人都想不到的方式 展示了自己的终极形态 而当索尔摘下手套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原来他的作用可不仅仅是防御 索尔一直带着他 仅仅是因为意志 自己强大的力量 而在此刻 他要以自己最强横的状态 面对战神吕布 对他而言 这可是对对手最高的礼遇 而他对吕布只有一个请求 那就是千万别死 吕布心想 你这不是废话吗 你倒是别打我呀 只见索尔高举雷神锤 将他全力扔了出去 面对半分百空手套白狼的雷神锤 吕布竟然可以轻松夺过 难道以凡人之躯 真的可以比肩神明了吗 当然不是 原来索尔所做这一切 都只是为了蓄力 来爆发自己最强一击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 吕布必无可避 这个忙夫 承载着人类所有的希望 硬刚了上去 而奇迹也终于再次上演 吕布竟以凡人之躯 再次接下雷神锤 可随后却发现这事情似乎并没那么简单 吕布的双腿在重压之下 竟彻底断裂 面对如此惨烈的境地 战神吕布还能否与神明一较高下 就是这个男人 手持方天化级 骑着赤兔麻 他不惧神明 燃烧全部生命的战魂 发出最强的一击 我是这个世界的梦魇 原来就在刚刚 吕布以凡人之躯硬扛雷神之锤 可代价却是废掉了双腿 无法站立的他再也不能使出强烈的攻击 此时的他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 赤兔麻向他飞奔而来 这一人一马 在竞技场上就显得如此的悲壮 你可曾记得与我横扫天下 剿灭群雄 就在今日 你可还愿意与我共赴这最后一战 一瞬间 吕布重燃战魂 他竟然站了起来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惊叹 我吕凤仙 今日就告诉你们这些所谓的神 我华夏战魂 永不熄灭 他骑上了赤兔麻 决定要捍卫自己的战神称号 向着敌人挥出了有生以来 毫无遗憾的最后一击 可最终 吕布还是失败了 以凡人之虚 终究难以一肩神明 看着眼前昔日战友的倒下 赤兔麻泪洒当场 他面向雷神索尔 打算独自发出第二次冲锋 即使是我划下一匹战麻 也绝不可能向敌人低头 这一幕彻底征服了索尔 同时给予了对手最高的利率 而吕布虽败游荣 至少在雷神索尔的脑海中 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个人类的名字 他就是吕布 吕凤仙 吕布虎败游荣 吕布虎败游荣